低胜率也是可以赚到钱的 不要花时间去看那些 二百五个的交易金额了 才在稳固的增长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千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叫做 《交易圣经》的这本书 它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写 叫做布兰特奔富 你看这名字起的 圣经奔富 就冲这名字 咱们就得好好读一下这本书 而且呢这个作者是一个资深的交易者 据说这个交易成绩也是不错的 而且他写的这个内容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读完这本书以后呢 真的让我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而且内容呢 也特别觉得信赖 所以呢我就把 我觉得好的部分呢 分享给大家 包括上一个视频 就是破产风险的那个视频 也是这本书里面讲的 关于这本书呢 我估计我还会做几期视频 进行讲解 所以呢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跟我一起学习这本书的内容 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书里写的 如何判断你的交易手法 是否赚钱 这里面说判断你的交易手法 是否有效呢 首先第一步 你要算出你的预期值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预期的概念啊 预期是指平均每一美元 在你这个交易中所赚取的利润 那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啊 就是收益的概率呢 乘以平均收益 除以平均损失 再减去亏损的概率呢 乘以平均收益 减去平均损失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个例子啊 这里呢我们还是看上一个视频的例子 大毛 小毛 还有大白 他们这三个人啊 那总资产还是两万美金 然后平均收益呢 等于平均损失 还是同样学习的这个A系统 然后胜率呢 比如说是60% 这三个人呢 一个月中交易了10次 那我们来看大毛啊 大毛呢 它的风险资金呢 是2000 也就是说 它的利润确认和止损呢 都是到了2000以后呢 就退场 而且假设呢 大毛也成功避开了这个破产风险 那带入公式一算一下呢 它的这个预期就是20%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交易手法呢 一美元可以赚到0.2美元 也就是说20美分啊 那按照这个交易手法 好好的运营下去的话 那下一个月呢 会赚4000美元 就是用20%呢 乘以交易次数10 然后再乘以 它的风险金2000 就等于4000啊 那我们再来看小毛啊 小毛它的风险资金呢 是1000美金 也就是说 它的利润确认呢 和止损 都是到了1000呢 就退场 然后假设呢 小毛也是成功避开了 这个破产风险啊 那带入公式呢 小毛的预期就是20% 跟大毛一样啊 一美元可以赚取0.2美元 然后计算一下 它如果按照这个方法 继续交易下去的话 那下个月可以预计赚2000美元啊 那我们再来看大白 大白的风险金是500 那预期算一下呢 也是20% 那继续按照这个方法 运营下去呢 下个月可以赚1000美金啊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虽然呢 它们三个赚到的总金额不一样 但是呢 预期值呢 全是一样的 都是20% 也就是说他们所投入的风险金里面的每亿美元 都可以赚0.2美元 那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预期呢 跟什么有关系 就是胜率和平均收益 还有平均损失有关系啊 那作者想说的呢 就是做交易呢 不能只盯着胜率 决定你是否赚钱呢 是预期 也就是说胜率 平均收益和平均损失 它们三个的关系 预期为正数 才是你赚钱的关键啊 当然呢 破产风险 应该是我们首要考虑的这个元素啊 那就可以联想到有些交易者啊 他们整天这个研究这图表 整天盯盘 整天研究这些指标 在我之前这个视频 我也常说过这个问题啊 你这样做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 如果你的胜率很高 但是你的平均收益和平均损失的比例很低的话 你也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胜率不高 平均收益和平均损失的这个比例很高的话 反而你会赚很多钱 那书里面正好也举了这个例子啊 那它列出了四种不同的交易手法 分别是A系统交易手法 还有超短线 波段法 还有趋势法 他们每次的风险金都是500 也就是说 到了500呢 他们就止损 那这里边细节呢 我就不跟大家一起看了 你可以按一下暂停 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直接看啊 这里边胜率最高的是超短线法 可以达到90%的胜率 那胜率最低的是趋势法 只有30% 连一半都没有超过 但是呢 这里边趋势法确实最赚钱 它的总利润可以达到3300美金 那预期值也是最高的 可以达到66% 是因为它的平均收益和平均损失 它的比例特别高 它的平均收益可以达到2266美金 那作者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低胜率也是可以赚到钱的 赚钱主要是看你的预期值的高低啊 那紧接着作者又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 就是交易机会啊 就是说如果你的预期可以达到100% 但是呢 你一年只交易那么两三次 虽然可以赚到钱呢 但也不会赚到很多钱 所以呢 在制定你的交易计划的时候呢 交易机会的多少 也是决定你是否盈利的元素啊 那书中也提到 如果你制定了一个交易计划 它的预期特别特别高 但是呢 交易机会特别少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多增加一些市场 这个就有点像海归交易法则里面 提到的那个交易手法是一样的 他们用的手法呢 就是趋势跟踪手法 交易机会呢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呢 预期是特别高的 所以呢 他们就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市场 这就有点像对冲积极的感觉 但是趋势跟踪法呢 是需要很大一笔资金的 还要扛过市场这个大幅度的回调 这个压力 所以呢 如果你的资金没有那么大 还是不建议大家使用趋势跟踪的交易手法 还是推荐大家做这个波段交易 那这个呢 我会在今后的视频 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那总结一下啊 判断一个交易手法是否盈利 不是判断你的胜率是多少 而是要看你的预期 还有你这套交易系统的交易机会有多少 那这里还是要说一下 我常说的那句话啊 不要总想着赚钱 不要总盯着胜率 天天研究指标 天天盯盘 找这个市场的规律 我们应该做的首先要研究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资金 也就是我上个视频讲到的这个破产风险啊 然后呢再把重点放在预期和交易机会上面 然后就是多看一看这些交易大师他们写的这些书 不要花时间去看那些250在网上发那些什么预测以后走势的这个视频啊 还有就是讲他们那个指标多不多无敌那些视频 那些都是网络垃圾 看那些视频呢只会浪费你的时间 真正有实力的交易员 他们是不会预测价格未来的走势的 就算预测出来他们也不会傻傻的在网上发布 人家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份闲心啊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我的视频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真正的权威人士 他们所写的这些书籍 跟大家分享一下真正的交易大师 他们是怎么做交易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学好交易的话 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这些交易大师他们写的著作啊 我就是因为大量的阅读了这些交易大师所写的著作 我的交易金额呢才在稳步的增长 虽然呢我投入的资金不是很多 而且呢目前呢这个利润率啊也不是很高 但是呢我从一个一直亏钱经常爆仓的这么一个状态 到了现在可以稳步的获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啊 我一开始呢也是特别着急 跟大多数失败的交易者是一样的 就想靠交易呢快点赚一些钱 但是呢我经过了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之后呢 我才明白我们一定要先打好我们的基础 把我们自己的这些失败的交易理念呢 彻底给他改变一下 只有这样稳步的一点一滴的 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学习下去 你才会在市场上做到稳步获利 所以呢看我的视频 绝对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我会用心做好我的频道 希望通过我的这个频道 可以改变你的交易理念 做一个持续稳定获利的投资者 好那谢谢你用你宝贝的时间呢 来看我分享的内容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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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